我前段时间忙着录节目 都没有时间追潮流了 最近我又恢复5G上网了 变个妆吧 天气不是越来越热吗 再加上前段时间熬夜特别多 脸上总是感觉油油的 下巴还有额头呢 感觉长了很多小疙瘩 上妆都不服帖了 所以我最近妆前呢 都喜欢用一下这个 雨素的闭口水湿敷一下 它是一瓶即控油去闭口粉刺 还有收毛孔三效合一的闭口水 质地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夏天上脸冰冰凉凉凉的 特别舒服 雨素家它是真正做到了 无酸换肤用的是霉 它可以温和了精准的 清理脸上的老肺角质 还有疏通毛孔 还有控油和抗氧的成分添加 长期用下来 闭口和粉刺就不容易反复了 而且它还可以细腻毛孔 改善暗沉和粗糙 它可以一水三用 除了湿敷以外呢 还可以当爽肤水用 或者可以换上它给的这个小喷头 在你脸上出油多的时候 可以用一下 喷一喷 既能控油还可以保湿 我用它差不多有大半年了吧 是明显能感觉到脸上出油减少了 而且摸着也是更光滑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拗掉咯 问一下 是不是皮肤水润多了 滑滑的 好了 可以化妆吧 今天买服贴的一点也没有卡粉 这个底妆真的值得夸奖 如果你们夏天爱出油爱长闭口 化妆呢会有点咯咯哒哒的话 可以试一下我这个方法 好了 我来装修一下 今天的妆容重点是 灵魂腮红 第一笔从眼下的这个位置向外韵染 面积呢可以稍微大一点 它可以营造一种朦胧的氛围感 算好了我要睡觉去了 瞎说的 其实我是变装抽 拜拜